大家好,我是簡易廚神Jana 大家好,我是簡易廚神Jana 帶子和圓背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但兩樣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今天就找來一位海鮮專員 教大家如何分辨 這個是日本的圓背 為什麼有人會主要做扇背 因為它的外形就像白扇一樣 帶子的外形和圓背很大分別 它是尖形的 有很多長輩是叫做沙插的 因為它的生長是插在沙上 所以叫做沙插 圓背來說除了黑色這個部分 其實整個圓背都可以吃 這個就是開了的圓背 它的肉會比較小 正常就算大隻的話 它的肉也是差不多這個尺寸 帶子來說主要是上半部 下面就有些腸、內臟 原背的價錢會受到天氣影響 我們主要都是由日本進口 如果那邊天氣不好 例如大風雪、大風浪 貨量會短缺 價錢自然會有升跌 平均一般來說 五、六十元一斤 到七、八十元一斤都會有 帶子全面都會有 價錢來說平均十多元就會有一隻 原背可以用來蒸 它可以用蒜蓉、粉絲 拿去蒸 原背會比較軟 視乎蒸的時間 一般來說 連殼在蒸的話 大概蒸六分鐘就已經很夠 帶子的可以比較百搭 除了蒸之外 打火鍋也可以選用帶子 它是快熟的 蒸的話 就四分鐘、五分鐘就可以了 打火鍋大概三分鐘就可以吃了 YOOHOO YOOHOO